临近与佛了 将要称佛了 寂静泄脱天人主 十方无处不现前 光明照耀满世间 此无奈法严闯见 严闯天王 踏入的境界 图现光明 这几个寄宋 秦良果寿都没有做解释了 一道这个寄宋很多 十个寄宋大致相同的 他解释一两个就不再做解释了 学者你就送文好了 送了文了十那个义 他义里都是相同的 寄静大犯天 他得到泄脱 什么泄脱呢 就是佛的寄静泄脱 又可以说 佛是一切诸天 人王 天王 那一切王 王者佛主之志在 两种解释可以 这个就是他在前头说 无奈法 装烟床 他见到佛的境界是这样的 佛在十方无处都现身 无处不现 光明照耀满世间 佛的智慧是光明照耀的 世间 有缘者就现 无缘者就淫 咱们天天拜佛 天天求佛 咱们见到这种光明了吗 佛是无不现 因为咱们有奈 等你无奈了 你就见了 这个是无奈法的装烟床 他见着了 烟床见了 此无奈法 这个法是不可思议的 烟床见 烟床这位天主 他见到了 佛与无边大劫海 为众生故求菩提 终容神通化一切 明尘光天物思法 无边境界就是所缘的 所缘的无边境界 无边境界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世界的众生 不觉悟 佛呢 他觉悟了 他为了众生故 让众生都觉悟 那他必须得他先觉悟 所以他就求菩提 就是求觉 求正觉 正得了 就能四现种种的妙容 从他自然的心 而发起的一切无边的智慧 来化度一些纵上 这个神通就是 天心跟自然的慧 神明天心 神明天心 通明智慧 智严的那个智慧 来化度一些众生 名成天王 他悟到这个法门了 那么呢 这四句话就是 无边的境界 就是所缘的境界 因为求菩提呢 就是自己的正物 自己的正物 完了 有这个所缘的境 自己正度了 是能源的 能源的是菩提 能源立于所缘 那化度一些众生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离独钟 利乐有情 洪阳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洪阳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护生吃素念佛送经持咒 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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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長青路 下一站,長青路 有一些長輩啊,因為他們肢體 不然說比較厲害,又或者是說 因為他長期磨床 所以其實他本身在使用輪椅的時候 就是要做特製輪椅了 所以何況如果說使用一般轎車的話 是更不容易移動的 夫子車他其實是專門為 行動不便的人士設計的一個設備 一旦有這樣的一個設備的話 他的行動能夠獲得比較大的一個自由 車內注尾 車内設計的 車遠放松 車內設計的 夜勝、車內設計的 車內施 som今天 車主軟壽 車子 車內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轮椅推到升降梯的时候就是要固定 一定是要固定 不固定的话随时都发生什么状况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要跟长辈叮咛一件事情 我们要上车因为长辈他突然间的身高 其实他们会有恐惧感 所以我们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都要跟长辈稍微提醒一下 我们要上车了 他们就会有一点心理准备 再来就是进入室内的时候 因为进入室内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系安全带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有抗拒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绑的动作其实会怕 所以我们当下的时候 我们会要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在坐车 为了安全我们要绑安全带 就是要事先提醒他说 我们现在要上车了 还是我们现在要下车 手脚就是要放好不要怕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护康巴士 因为有升降台 而且有伸出的踏板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 人要注意保持距离 护康巴士主要承载 坐轮里的长者 那我们在行径中 要避免紧急刹车 那在转弯的时候 要放慢速度 大部分的人 可能因为行动比较不方便 那如果说今天有福祉车的话 他可能可以去 比如说对外就医 或者是可以跟家人 一起出去旅游 踏轻 第二个部分 他可以降低 上下车移位的一个风险 那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他可以提升 行车的一个安全性 因为刚刚我相信 你们有看到 福祉车上面 其实他有一些 安全的一个扣夹 还有安全带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在行车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担心有危险 在行车上 看见幸福的体调输光 生命也是我诺你我的心 生命也是我诺你我的心 保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